男孩每天拿着顶级寿司 喂养海上的鲨鱼 用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豪横 谁知有天巨大的暴风雨袭来 摧毁了男孩的家 大壮也因此和父亲分散 在海上飘着飘着 这时鲨鱼群盯上了他 幸运的是 里面有个老熟人 这不是每天给我们投食的恩人吗 就这样 鲨鱼带着大壮回到了洞穴 并是如几初 把他当成鲨鱼幼崽来抚养 教他在海里生存的能力 最后不知怎跌 大壮居然长出了鱼腮和尖锐的牙齿 背上还有个完整的鱼鳍 就这样生活了几年后 人类男孩阿伟在岸边垂吊时 钓到了大壮 他偷偷把大壮带回了家 用巨大的水缸养着 就在两人友好相处时 又一个奇人找上了门 粉紫色头发和带有蒙娜丽莎的微笑 姑且叫他翠花 翠花能控制岩浆 上门来的目的是要带走大壮 回到口水星球挽救危机 临走前翠花问阿伟要不要加入 但男孩老实地说自己明天还要上课 没办法两人只好失望离去 没想到阿伟还是个三好学生 拯救世界都没上学重要 当阿伟把自己这段神奇的经历 讲给同学们听时 大家都把这当成笑话 还鲨鱼小子容颜女孩呢 醒醒吧你 做什么白日梦 话音刚落 忽然外面刮起了龙卷风 难以置信的是 大壮和翠花居然真的出现了 他们需要阿伟跟他们一起去拯救口水星球 随后三人登上鲨鱼火箭 冲向外太空 经过木星 土星 海王星后 他们终于成功抵达目的地 这时翠花把阿伟找来的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现在正处于阿伟的梦境中 梦到一切都会成为现实 但由于他昨晚做了噩梦 现在口水星球还有45分钟就要被摧毁 他们必须去到星球另一端的梦之潮 打败变异反派拯救口水星球 话音刚落 邪恶力量就朝着他们袭来 这个头部以下全是腿的男人 就是口水星球变异的反派 阿伟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不是我的班主任吗 看来阿伟的噩梦就是他的老师 班主任的武器 是这些九块九的电插头 大壮率先出击 一个跟头翻了几十米高 接着赤手空拳开始干架 可双拳难敌电插头 大壮被电倒在地 接着翠花攥紧拳头 脚底生风飞到高出 对着班主任的脸就是一顿输出 男人瞬间没了动静 见他们松懈了 男人一个反击 直接把人抓起丢了出去 顺着通道 他们来到了梦的坟场 交谈中大壮突然想起 其实阿伟也有超能力 这是他的梦境 只要他做梦就能实现任何事情 两人想让阿伟给自己提升能力 但阿伟闭上眼半天啥也梦不到 这时旁边出现一个机器人 那是阿伟小时候梦来帮他写作业的机器人 在这他就是百事通 表示如果想做个美梦 那就要去甜品王国 好的环境有助于梦境滋生 得到帮助后 三人穿过大脑荒地 掉进了甜品王国 这是所有孩子梦寐以求的神仙地方 河水是牛奶 脚下是巧克力酱 满地雪白的奶油 到处都是各种甜点饼干 这大半夜的 小孩看得都能尝哭 这时两个顶着曲奇的巨人突然出现 捡起他们乘坐的饼干一口咬了下去 三人及时跳开逃过一劫 谁知刚跑出来 班主任就带着插头猎犬追了上来 危急时刻 阿伟靠意念召唤出一艘香蕉体 侥幸躲过了插头犬的攻击 几人边吃边来到冰雪世界 眼看所剩时间不多 翠花突然想起一件神器 藏在寒冰城堡的水晶之星 能冻结时间 他们能利用这一神器及时赶到梦之潮 然而三人刚到城堡门口 班主任就再度偷袭 将他们抓走 幕后大反派终于露面 没想到这货居然是经常欺负阿伟的笑靶 男孩一口咬断铁笼 然后吐在泥脸上 接着又是一口的功夫 笼子就被撕出了一个大口 三人再次逃脱 而距离口水星球被毁只剩十分钟 他们来到寒冰城堡 水晶之星就在冰柱上 阿伟爬上去取 没想到刚拿到手 冰柱突然碎裂 一枚抓纹水晶之星从手上滑落 翠花立马去接 结果被冻成冰块 这时城堡守卫纷纷现身 将三人带到寒冰公主面前 对方表示他们拿到的是个假的 只有在这堆水晶中找出真的 他就把寒冰之星交给他们 阿伟指了指公主的项链 果然他猜对了 成功拿到了水晶之星 时间不多 阿伟举起水晶之星想冻结时间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玩意儿 只有公主才能使用 而翠花也并未解冻 唤醒办法就是把他丢到火山口 大壮二话不说 抱着翠花爬上山口 将人丢进滚滚熔岩中 只听轰的一声 翠花像是进化了般 变得更加强大 两束激光飞向天空 照亮了整个黑暗星球 此时阿伟也在光芒的照射下 打通了任督二脉 想干嘛就干嘛 一个挥手就将冰河变成汪洋 他现在是做梦专家 睁着眼睛就能造梦 阿伟速战速决 直接找到笑霸对决 两人施展头脑风暴 比的就是看谁想象力比较丰富 不过这是阿伟的梦境 赢得当然是他 最后居然还用爱感化笑霸 而笑霸霸道风泛一去不复反 居然有些被说动了 谁知准备大团圆结局时 班主任再次出现 他不甘一直做个小弟 他想闲鱼翻身 于是直接飞去地球搞破坏 阿伟眨了三次眼 就从教室中醒来 此时班主任已经从梦境来到地球 现在唯一能打败他的方法 就是使用水晶之心 阿伟将项链交给公主同学 公主摘掉眼镜微微一笑 你们都让开 现在是我表现的机会了 公主一出手就把班主任动到爆炸 随着漫天雪花 他们也获得了最终胜利 科幻电影《立体小骑兵》 作为一部儿童电影 本片充斥着满满的想象力 这部电影不知是多少人的童年记忆 看到它 是否让你想到了 曾经那副红蓝色的3D眼镜 对于爱幻想的人来说 这部电影无疑实现了 他们内心的一些美好想象 愿每个人都能怀有一颗童真的心 开心快乐每一天